我們有聽過說我們全要拆車 好 好 需不需要拆車 OK 大家靜一靜 等書記說話 你說反對拆車 大家說反對拆車 我們是公道政院上的拆車 好 希望大家都理解村委的工作 好了我們同意要找回 玩玩玩 謝謝 現在是賣村 也是賣了農民那些命根 反景是農民的命根 如果一旦拆了它呢 就肯定充三代 你現在同意的話是能拿到一筆錢 你們這代人可以花在後人的話 就只能靠後人去自己了 你說的那麼漂亮 那些錢都是你自己那個繁殖那些 很便宜很便宜賣出去的那些東西一樣 比如我我種了100斤那個南瓜 可以賣10塊錢一斤的 但是現在呢 它要逼住你要2塊錢一斤賣給它 這樣子 你說一批錢有什麼用 你自己都沒有權利的 他說多少錢叫多少錢 他說一分錢叫一分錢 據我了解是賠償也是三成半嘛 是吧房子的回錢房 它是就是三成半 但是它很多那個框框去扣你的房子的 比如你那個房120方的 它就說你那個房子是2022年建的 已經敲出那個什麼範圍了 只有補那個80個平方一層給你 好像你那個房子是蓋了5層 總共建築面積是800方的 它幾補你280個平方 你說合不合理啊 您的房子是 這幾年才建的是吧 有早有晚 您是本村的人 是啊 從小在這個村子裡長大的 他們說你這年都以前就是特別窮 說以前很多本地的一些姑娘 都不往這個村裡面架是不是 那個就要說到那個 潘瑜大道還沒通的時候了 潘瑜大道沒通的時候呢 我們X洞就想娶一個老婆就很困難的 是真的 是啊 你想娶一個老婆啊 除非你自己去那個廣西啊 去外省去找咯 這裡隔壁那些村都不再來 X洞就比如那個南村鎮裡面啊 新照啊 大石鎮啊中村啊那些 一聽到X洞它就不來了 但是呢潘瑜大道一通 以後呢慢慢慢慢就改變了 第一那個交通就方便一點了 第二那個生活水平就慢慢慢慢提起來了 外面潘瑜大道沒通之前 村民就是在耕地啊 還是說在做什麼事情 有一些是耕地出去做那個建築 賺一點錢回來買那個肥料 然後種一點那個錢物啊就是這樣 據我了解現在村裡面很多人 它是好幾棟房子 為什麼你們村民當時分了那麼多福利 給你們建房 那個時候呢是村裡面的幹部去 申請那個分那個地盤 分了幾次 分了一次 我聽他們之前他們說 有說是八幾年分過然後 那些是 這樣八幾年分那些呢是 自己那個生產隊分的 不是那個整個村分 村統一分的是一次 各個生產隊自己分的 就八幾年啊 七幾年啊那些都有 村裡面為什麼很多村民他們的房子 建的特別高 當時建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建高有沒有管這些事 這個建的高那些呢 當時可能是他有這個想法的 建高一點呢那個人多一點來我們這裡生活 生活它就消費了 它帶動了我們生活水平嘛 所以呢 就建高那些那些的可能性 是都放一放那個綠燈嘛 當時你就沒這麼管是吧這些事 對呀 如果不是這樣呢 林洞肯定沒有那麼發達 因為林洞這幾年就都成為 我們中國第一那個淘寶村嘛 淘寶村的時候我聽他們說 其實也就是他們淘寶人來了以後 帶進來的那些人做淘寶是吧 對呀大部分都是淘寶的 然後為什麼他們做成那個 中國第一淘寶村以後 又迅速一下子就沒了 現在就基本上商家都走了呢 什麼原因走呢 因為拆遷哦 拆遷他就逐步逐步去逼他們走 逼他們走的 這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原因 第一就查消防還有封路 這個把他們逼走了以後 相當於你們本地人整個一個房租也都少了 沒有了已經空了 一家一戶他現在都逼了 他叫了租客 那你住完這幾天你都要搬走了 要不一樣不給你進去 就他們去找個租客是嗎 對他直接找租客 不去找你房東 像您說的您這些親戚啊 這些啥的很多都簽了 他們簽約是不是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就是這些租客都走了 他們不簽也沒辦法了 所以他們被迫簽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親戚不是避客的 我是寄願的 他很開心的 他為什麼很開心呢 他們覺得很划算 他覺得很划算 但是每一個人思想不同 我就覺得他不划算 那是不是也是你的房子是因為 後面這兩年才建的 操建的呢 不是說我敲鎮 我覺得他就補那個兩萬塊一個房 不合理 可以要回簽房嗎 回簽房我不想要啊 他的回簽房是豆腐炸工程 你要他幹嘛 你擔心那個回簽房質量不好 對啊 但是現在村民基本上都簽了呀 他大部分都簽的 不能夠包括我同意 那如果您不簽的話 那這個事兒推進不了的話 您這個比如說您的事業啊 您的原來的這個收入 收入的租金全都沒了 這樣耗在這裡也會怎麼辦 我就耗在這裡咯 也不管他就這樣 不管他 就這樣耗著 對呀 沒有辦法去解決 你沒有去起訴嗎 你起訴他咯 根本沒有效果啊 偏向他的吧 去那個區啊 去那個廣州市啊 投訴都沒有效果的 您去過嗎 去過 他們給了一個什麼說法 他就是說過了80% 他有權利去封路啊 路口要留夠了 那個消防車也留了路了 這樣賠福了 現在就留了那個路口 但是呢 他要求進一去就登機一去 但是現在呢 登機都不給你進了 去裡面投訴啊 去廣州投訴的東西 這樣賠福你了 那你們現在這個 跟他們的關係現在怎麼樣啊 因為這個東西啊 你們不簽的話 這個村子這個拆遷改造 推進不下去嘛 像他們平常當中 會不會對你們有怨言啊 或者有些不同的說法啊 根本都很想那個高通啊 因為他認為我們這些沒有簽和同 跟他是對敵的 兩個是對敵的 平常見面見了面還打不了招呼啊 什麼之類的 打招呼就沒有那個內心話說咯 那你之前這些親戚啥的呢 就簽了約這些親戚啥的呢 親戚那些都是 比以前那個感情沒有那麼深哦 因為你好像坐買來 一桌吃飯 他整天都說分那個樓房啊 分到幾樓啊 分到薪水房啊 那麼你坐在這裡 你說什麼 你都沒有簽和同 沒有房分 沒有那個怕何說的 所以這一般都小溝通了 現在 像您現在的話 家裡面是只有您不同意了 還是說家裡全家人都不同意 全家人都不同意了 因為那些小孩子知道 老媽老爸賺的錢不容易 幾十年了在寄出 就見這個房子的那麼漂亮 說差就差 他補那個補償呢 又補得不是很高 您的孩子還是支持您 支持您的 支持的 我知道因為你們這邊 家裡面房子比較多 很多都是 家裡面有的都沒有工作了 啥的都是靠收租了 你們的孩子有去工作吧 要啊 沒有去工作哪裡有錢啊 你不出去打工沒有錢的吧 出去打工啊 要去工作啊 去啊 打幾千塊錢一個月啊 幾千塊一個月啊 喂 老爸 哦 我們今天下午那個 都是吹房子的啊 他就說好我們最近這兩天搬走 那一個叫你啊 他說好我們最近這幾天搬走 他說他們馬上吹起來了 吹那個房子 哦 那一個叫你的 你叫他找房東 你有本事你就找這個房東 你叫他就可以了 你不用走 啊 到時候他過來跟你說你就打電話給我 可以叫他打打這個電話給我的電話給他 喂 喂 你是那個史丹浩那裡的 是啊 你說你替他一國心啊 你先別問我是誰 我問一下你 你們是什麼時候搬走 我們是這邊工地的 你這邊這邊那幾個人什麼時候搬走 搬不搬走 為什麼你問我幹什麼 我肯定要問你了 我們這邊是工地了 我們這邊也是時光的工地啊 你住在我們這邊是什麼意思 這個工地去你的 我都沒有簽名去你的嗎 你有什麼權利跟我這樣說啊 你這麼屌是吧 你這麼牛逼糟糟糟的是不是 這個工地現在是我們在管理 哦 去你管理啊 那一個叫你管理的 你不用管我 誰叫我管理的 我問一下 你這邊的你什麼時候 組織他們把他搬走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啊 對不對 你說話不要這麼衝不要這麼屌 知不知道 你自己說出來了 你要是有本事你就過來了 我這 這個這個地方等你了 幼兒園這個地方等你了 好不好 好了 我過來 我這個等你 你們怎麼把這個該做好的 去該登記 該放行放行 呃 魁蕊比呢還屬於一個 一本西宮 一本尾西宮的嗎 你們該登記該登記 但是有些這 這裡面有些沒簽約的 他們這些必經之路的 他們該放行放行 是不是 那至於你說怎麼樣 最後簽約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咱們也希望全部簽約 是吧 簽約之後咱們就全封閉了嘛 你們現在我也知道是半封閉 你們也是為了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是 也是說 想說因為有一半施工 一半沒施工的嘛 半施工 對 也是這個半封閉狀態 還不是全封閉 對 那這個 更上面一層 咱們就先不談 咱們先說這個 該回家還是要放行的 這個 這個年代你也知道 大家打工很辛苦 晚上清新辛苦 下班回來 走到自己來了 對啊 他就一句話 鑰匙不在這 我們先不要說 不要說消防的 我們要安心理心 這個誰的心都會流血 很累很累辛苦了 八九點回來 那個當時那個 房大哥呢 在哪裡啊 他就一句話 說鑰匙不在你 我們換位思考 是不是 我現在不要說其他的 就說這個 我們要把他不用鑰匙了 他兩個跟他一起 他說沒有鑰匙 要鑰匙 這個 啊 他什麼要求啊 快 這裡就是 這個必須常開門 我們領導要求是 要是在辦公室 如果說咱們居民 沒有錯出情況的話 我們這邊不能開門的 所以我們不能開門 我們就是不急啊 他這路什麼時候封的 8號 8號封的 對啊 他沒下文件說8號要來封 說封就封 你看我們是不急啊 8號 你現在這裡還住了多少人 兩棟樓可能有100多人 有100多人 兩棟樓還住了100多人 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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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裡面想說 你應該去 川偉 他把他站在那裡跟他們說 他把你司法攻打 他們 收到病電 站在這裡 沒有 人家不給就沒有鑰匙了 那天他們都 那天他們都 沒有鑰匙